主持人的语言 我相信你并没有这一点 所以当在这个诗篇里面 第六四篇 第三篇里面有一个推法是什么 这些的其实是什么 他说哇 你叫你的名字 那我相信你并没有这一点 你遇见了艰难 遇见了艰难 你也会艰难 我相信有 我跟你说 我们这里每一位 每一位 你思想着说 原来你的人生当中 你经历过 经历过艰难 这个艰难真的是好糟糕啊 我们看不得光明啊 对不对 所以来的时候 我也信到你们经常跟我说 话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确实是经历过很多很多艰难 第二个 你想想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当你苦难来的时候 当你是不是受不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有没有说 我什么都不想做 我什么也不想做 我也不想做 我也不想做我的人生道路 你很灰心 很灰心这些 也是很灰心 但是 上帝就好像在我面前 不断地鼓励我们 我的children啊 我的children啊 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啊 继续走 继续走 没关系 继续走 我抱住你 我抱住你啊 所以那个时候 山上 2012年 有时候我们也会讲到是 为什么 2012年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在我们原生的山上 只有一堂的脚印呢 那个是主耶稣在我们前面走 在前面走的时候 在呼喊我们的名字 对不对 呼喊我们的名字 所以这个脚印是主耶稣的脚印 那里面有 圣经里面有个名字 我相信你们也记得 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叫以便以谢 这个以便以谢是什么 谁的名字 是一块石头的名字 我相信你们也记得这首歌 这首歌叫以便以谢 对不对 以便以谢到如今 哇 很好 对不对 耶和华都在帮助我们 哇 很好 为什么他帮助你 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对不对 如果他是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 在他看来哪有难常的事呢 对不对 哪里有呢 所以这首歌的人唱的什么 他说 你来投靠他 不要去怕 Do not pray 不要去怕 不要去怕 你来投靠他 你们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诗篇章 这个名字记得在哪里 记得在撒布尔记上第七章的十二诀 那个时候 你看到这里是什么 撒布尔这样一块石头印在 密西巴根和善的中间 给这个石头起个名字 叫以便以谢 到如今 就说 到如今 耶和华都在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 撒布尔就一对角病人说 你们知道 到如今 耶和华还是在帮助你 还是在帮助你 所以他还把这个石头起了个名字 叫以便以谢 什么意思是 帮助治石 就是帮助你的石头 好 我们看看 如果 这个人生的沙滩上 二年一代的沙滩上 只有你的脚印 那些脚印不是你的脚印 不是主耶稣的脚印 是你的脚印 是你的脚印 那么是什么回事 是说 还有情况 沙滩上只有你的脚印 只有一双的脚印 是什么 是我们离家出酒的脚印 你想想你是不是 当我们说离家出酒的时候 我们是好像什么 好像一个迷失的羊 走在宽野上面 一只羊 很可怜 对不对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 有 要告诉你在哪里 在宽家福音的十五章的十一到二十一节 那些诗篇里面说什么 是说耶稣就说 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把财产分给我 所以那个夫妻呢 就把财产分给他们 就听他的话了 所以听你们这里看来讲 重要是什么 神允许的固定是好的 神不是允许 但固定是好 那么过了不太久的时候 这个小儿子分了财产以后呢 就往远方而去了 去什么地方 神经说他们在那里是 愿意的放荡 过一个画画世界的生活 画画世界伴我流 今天你看看这个世界也是这样说 对不对 然后神经说什么呢 他说那个时候 后来他就耗尽了一切 把他所有都耗尽了 那时候你遇到那个地方有大 朝鸡帮 当大朝鸡帮的时候呢 后来他就贫穷起来了 没有办法 他就去投靠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养猪的 就派他去养猪 他肚子二人的力度 恨不得拿起猪 喂猪的东西 他还是在吃 但是神经说什么 也没人给他 因为当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省不起来 他醒过来的 啊浪子喂的嘛 就醒过来 我的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很多 他醒了很多 他醒了很多